回归后 北京想在香港建立的制度 无法完成 他现在才承认不把传媒权拿回不行 早就说了 宪法已死 法治已死 基本法已经不存在了 这一次事件是令到很多香港人将来要面对 欢迎大家收看C对话 继续有韦韦和施老板 施老板欢迎你 你好 你好 今天我看到的消息 我看到很多人都关注的 香港电台的处长 其实是我旧铺 梁家榮先生未到合约已经被终止了 就明明了另一位上来 文静事务局 其实我想今集说一下 未必就梁家榮事件 但我想就整个香港政府 或者以后中央政府怎么看香港的传媒 我想你发表一下意见 这个问题之前我也有说过一下 就是香港人有时候看问题很容易被一两个理念主宰了 其实这些理念在不同的客观环境下 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解读也好 后果也好 比如说新闻自由 神圣不可参法 这个就是在同一个政制下 在同一种宪法下 那么它的基本的制度 既得利益的群体 所以所有走的路线是没有大改变的时候 那么新闻自由可能就不受影响 但是当 不是简单换领导人 这么简单 譬如你美国如果纯粹只是换个总统 那么它新闻自由也不会太大影响 但是不要说改变法 只是换一个路线差很远的总统 譬如特朗普上台 那么跟拜登的路线差很远 那么社会就会有分裂 那么那个新闻自由就未必保得住 就是拜登赢了之后 特朗普说话都没有地方说 就是那些网站都封了它 不让它说 是吧 同样理由 如果是特朗普继续当政 他都可能秋后寸仗 那些我要发表 对国民讲话的时候 你拉大队走 不播我的人 他就可能会追究责任 那香港在97后呢 其实是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改变的 你制度上 以前香港就是以英皇制高 作为所有的 就是立法的基础的 那到回归后就变成了基本法 这个是一个 憲制上的基本改变 那当出现憲制上的基本改变的时候 那你的传媒如果不跟着变的话 一定是会受到新的建制的 采取一定的措施去换过一些支持他的传媒 这个全世界都一样了 如果你普通换总统换一个领导人 你一样保持的制度没有变的话 就不同 如果你是另一批人革命成功 或者是外来势力打了日历 那他就第一件事就是攻占电台 攻占传媒 所以要传媒改变他的论调的 这个是无所不可避免的 所以香港其实原本回归之后 传媒理应全面都要整顿的 不过在那个时候 大陆就以为有了基本法 有了爱国者治港 那套理念之后 香港的人会懂得做 会配合他 但实际上中国收回香港之后 很多东西都没有成功到 就是他其实很多应该做的东西都没有做 比如公务员系统 司法系统 传媒系统 全部都没有做 就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很早之前已经看到 都跟董建华那些提过他 你不可以这样做的 那大陆政府那时候可能信心爆棚 以为收回之后他就可以主宰大局 但实际上收回之后 香港的发展并不是 如他想象中那么理想 西方透过他的软实力 透过他一路鼓吹的一些政治理念 或者是他已经培植起来的亲西方势力 其实使得 头过十几十年的香港的发展 是和北京希望看到的东西 是不一致的 那么香港也有一群人是不理解到 如果香港的发展和北京的想法不一致的呢 那条路最终走不通的 就是北京收回香港之后 不可能再被西方主宰香港的发展的 就是你一个政权建立 除了行政立法司法这个生的权之外 其实第四权就是传媒权 传媒权就是对社会上所发生的事 究竟是怎么去评估 怎么去作定论 怎么去作解释 判断伦理道德 价值观 这些都是传媒在这里发挥作用的 那么之前那段时间 基本上都是亲西方的力量 在传媒那里华视的 那么来到这个情况 尤其中美那个矛盾去到这么激烈之后 基本上我相信北京就不再容忍香港被西方主导了 所以收回港台的那个话语权 调整港台的营运理念 管理方式 以至整个人事班底 我认为是必然会出现的事 不会因为新闻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 或者传统以来港台独立营运 不受政府的政治需要 不为政府的政治需要服务 这个不可能长期存在 就是在美国如果它是 譬如在以前大战之后没有多久 因为美国单身在世界上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 它都在美国当时成立一个叫非美活动委员会 由麦卡锡参议员主吹成立的就是 所有对美国不利的言行 无论传媒或者是荷里活电影 全部都要审查 不对路的 就可能会采取各种各样的行动 它透过议会 立法去制裁一些会损害美国利益的人 当时有一些作家被逼自杀的 差你却别人 他也有点左 摩登时代就讽刺资本主义 诚情基层 他在美国也没办法 要去到欧洲躲在瑞士 很慈善让他回头 所以一个新成立的政治体制 一定是会企图掌控传媒 以协助他的新成立的建制 那就是以前那段时间 回归之后 北京想在香港建立的制度 无法完成 那他现在先承认 传媒不把传媒权拿回不行 李光耀在新加坡一上台 传媒 教育 司法 不止三权 四权 五权 都全部 就是大权在握 那他才可以 为新加坡建立 一套新的制度 那我相信 现在大陆 都会走这条路 至于你说西方认不认同 会不会受到制裁 那现在都在制裁中 一早说了是 憲法已死 法治已死 基本法已经不存在 那他都不会再计较了 因为有另一种说法 就是他一步一步做 每一次做都被人攻击一轮 制裁一轮 不如大刀破斧一次过做完了 所以我相信陆续都是会做的 就是香港人要看哪些东西 你是有机会拿得到的 哪些东西是未必拿得到的 那你在香港的拔殊环境下 你要有所取舍 明白 就是我自己看到港台 有些朋友都提醒他 这个是迟早出现的事 港台不可能容许他现在在做的事 继续做下去的 嗯 我想问一下其他的传媒 你有传媒的公司 AM730 那AM730的编辑 是不是真的很自主自由 譬如会不会有个编辑说 有个记者写一件事很爆的 不过可能和中央的意愿 不是那么一致的话 你们会不会出的 你们怎么来处理AM730 我呢 就属于不喜欢采取行政手段的人 我都不是每天回公司 没有例子 但是我看到他们之前 有些东西不算很妥当的 我会有马后炮的 我会跟他们分析这样做 有什么结果 我不是吓他 我说可以有很大的结果 我说你有没有听到 南斯拉夫 中国领事馆被人炸了 非常不炸 当然不是不炸 因为那里有个电台 是 就是塞尔维亚族的电台 跟西方煽动那些 波斯尼亚要搞独立那些 对着钢 那传媒是影响力很大的 对于一些敌对的东西 哇 炸死你也行 所以很危险的 我说我做那个时候 初初还以为商业行为 我后来发觉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我又告诉他们 自己要做判断要做选择 还有选错可以很大后果的 所以哪些 哪些做不到 是的 那你譬如 港独 我说你不适宜去配合 或者为港独那些人争取新闻自由 我说这些东西是损害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你是可以后果严重的 那你现在做 根据国安法就捉你都可以 所以我会分析给他们听哪些东西做了 会有什么后果 让他们自己去取舍 这个是最黄道的做法 但是有些是控制不住的 譬如他里面 偏才部门有些人已经是 就是被西方那一套 已经是完全主宰了他的想法 完全说不定 那去到那个程度 我跟他说 我说你没有理由拿我的钱去推广我不赞成的理念 你都不可能在黎智英做苹果老闆的时候 叫苹果或者一传媒去和西方的理念对着干 就是苹果日报你被发现你支持蓝营的 如果你是高层的你当然不能做 是一样不会让你做的 那这个又是自由的问题 就是各派政治力量在够量的时候 全部是必然是一个争夺的重要环节 其实如果是没有了2019年那个社会运动的话 其实应该还没事的 是不是 不是 我就比较政治敏感的 不止2019年了 我就很早之前都意识到 是有一股力量和北京对着干的 不过北京当时还没去到这么警惕 就是我幻想不夺取传媒的话语权 就可以在香港建立新的政治制度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如果你是不早做 可能就那个伤害未必好像现在这么大 现在就属于是辞出手了 辞出手就令到香港年青人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受西方那套的理念所影响 而最后发现香港是不容纳这件事的 那他们现在就很惨了 就是又没有办法在新的政治环境下生存 就是要被迫 说拿BNO去移民 或者去其他地方去台湾去其他地方 但是一个去到那些地方 是没有香港那么容易生存的 而生存的环境也比香港差 另外你是离开了你自己的本土 你去一个不同的民族主宰的地方 如果你一早选择没有问题 他们不是真的在一个很清晰的环境下 作判断的选择 而在一个政治斗争激化的时候做的选择 而且还有很多是外边环境迫他们做了一个选择 选择了之后他们是不容易回头 那你要去到一个异族的地方 或者你本身还有很多文化 就是香港说你是黄型的人 其实他是一个中国血统 另外中国的文明 这么多千年以来对他 不是没有影响 他一样会过中秋节 他会过农历年 会有很多文化的成全 他将来要去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区生活 不是每个人有这样的生理准备 尤其如果是中西文明的冲突加剧的时候 他会被夹在中间的 就是他去到那个地方 明白 就是跟你自己的血缘是敌对的时候 你会在那个地方受到不公平对待的 所以这一次事件是令到很多香港人将来要面对一身的矛盾 影响 所以我认为是开始的时候思虑不足 明白 今天很感谢施老板 我们下一集再谈